在雙方的先發舞人 我們看到做客的鋼鐵人士 班森搭配藍少甫 陳宥偉 達克 以及呂正如 工程師這邊是星巴法師 李佳瑞 林一輝以及高國豪 我想在比賽之前 也要詢問一下正磊 MC應該有講到說 其實小歸小 真的不要小看他們的手工 一開始法師就從右側的切入上籃得分 現場球迷有點嗨 更後面的出手機會 因為在整個鋼鐵人的做法當中 就希望拉出來 哇 三分外線的 Nick Faust 那時候還真的有點懷疑 灌輪教練所說的 真的是外線型的球員嗎 結果在今天連得五分 這個轉移球相當的快 法師已經給到右邊的國豪 上籃得分 他的批判用手 高國豪相當的高 比賽才進行了不到兩分鐘 高國豪再給外圍的林一輝 一輝的外線也投進三分 一輝假動作 再調給獅子王星巴 哦 所以一番球藍少粉發生的失誤 林一輝 側動這次的快攻給到左路 球界 李佳瑞 這開局的命中率真的是嚇人啊 所以現在鋼鐵人真的需要 也是一個考驗 如何讓這些從學生球員 變成第一年的職業球員 馬上融入這個系統 呂正如要老大哥跳出來示範一下 本來就不是內線 有非常出色腳步的選手 要打得更厚實的星巴士 很困難的 李佳瑞 姐姐已經拿下六分 鄭德薇 架給Benson 輕鬆把球扣進 這個分球分得好 知道星巴就在那邊 的確哦 他們說要挑戰總冠軍 不是那麼簡單哦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是 Benson 剛才秀了一下他的外線 也是鋼鐵人的第一次 三分球 馬斯抓到進攻籃嗎 二樓直接撥進 星巴 在前面的第一節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想利用一些 一對一的機會去製造星巴的犯規 是 但是Cybola 有點broken play 非常混亂 王博志把球救到對方的手上 法師的快攻 M1 對 沒錯 業界 也是一種Style 對 但是Style 就是整個球迷的容量差滿多 歐洲步啊 孟俊彥 小球遞給王博志 過去的夢想坦克 現在變成鋼鐵坦克了 現在越來越重了 王綠祥在壺頂位置的出手力道大 Benson再抓一個進攻籃板 決定要打進去 面對吳戴豪把球放進 M1 Triple play 對 而且現在工程師 因為要保護辛巴 讓他不要那麼累 走一個去 對方馬上投三分了 胡哲義 從21分差現在回到12分差了 獅王 Zimba Zimba不講理地往裡面靠 單捷 所以他其實滿辛苦的 對 沒錯 因為要兩地跑 現在雖然是回到他自己出身的地方 在南部 這個收球送宇軒 後面辛巴直接灌進籃框 這就是保險的用意了 正如過了一關還有第二關 辛巴就直接把球往前甩到來了 法師起飛了 然後又能參與快攻 沒錯 而且身材很輕盈 腳步很輕 沒錯 空中陳耀偉的炮頭油 Pucker 也回來了 高調直接給Benson 可以起了 這就是Benson打得有點客氣 可能腳步還沒有算好 看起來比較稍微弱一點的項目 第二段加速的塔克 插板油 打得非常瀟灑 李正如的超捷 回馬槍 這邊是Anthony Tucker for three 這是比較訓練 進攻時間剩下五秒 柏豪 再給林明義 打一個雙後衛 林明義的轉身出手空氣球 知道時間了 這點的情況之下 卡克老師精油掩護之後 這就是班森的機會了 沒錯 因為甚至他把辛巴都吸引 Benson其實就是很迅速的 這個檔有時候是假檔 然後他很快就是 往南下攻 對 法師 人高手長啊 真的他稍微慢了一點點 如果再早一點掉進來的話 辛巴就還沒回來了 法師的外線 Foot three 手法在上半場 他距離他都是會比較舒服的出手 是可惜在上半賞命中率不佳 高國豪也秀了一擊 外線三分 所以法師一個 其實在他大量出手 超過12顆的情況之下要提升 全部給他一個人玩 沒錯 在二樓之穩 哈克 哇 他的技巧真的非常全面 沒錯 跟前面的 來 兩分半鐘結束上半場 高調給 Benson 辛巴才在中線而已 這是難得在上半場有看 就是有快速的攻擊 但前提是你要先有籃板的機會 擋不住 擋不住 真的擋不住 球播給了國豪 好好連線 好好放進籃框 李佳瑞 李正如 哇 需要去單打就比較辛苦 沒錯 到目前為止 李正如在外圍上半場 應該用以上起跳 很合理的 合理 哇 法師又切入得分了 要記在他個帳上 哈哈 陳宥偉 這邊的千如油 好學歐 我們只有陳宥偉 基本上這個 那應該到台中去啊 火魔殺Sexy 火魔殺Sexy 欸 空檔的李正如啊 終於啦 finally 高偉的掩護 一輝 切入面對 正如油 哇 今天還要跟正如也是對上 對 這個就是金 有落在李正如手上 現場陳宥偉 扛一個歐洲步上去 好球啊 越過了 剛好 法師對上塔克 三分外線 搖擺後的出手 進 18分 完全的空檔 反而不會投進 好球籃下機會 藍紹甫 L.A.N 就是區域網路 連線 好像跟什麼網路有關 沒錯 陳宥偉 一個超捷上籃有 單捷六分的宥偉 國豪 帶給一輝的外線投射 沒有 籃滿球 哇 強勢的李嘉瑞 他處理球的機會 比上半場多蠻多的 三分外線的大空盪 好球 咖哩小子 陳宥偉 單捷九分 鋼鐵人如果能夠把握住 很重要 遠邊 宥偉 選擇是前入籃下 有 或許要交個暫停 現在瞬間 回到十分差距了 包夾辛巴看起來是一個常態 法師 哇 好球 在混亂當中找到了辛巴 十字王 外圍的空檔其實都沒有把握住 回過頭來你看被法師 他兩個play 打了4比0 所以球場上本土幾乎是Rookie 這個地板球給得漂亮 助攻給Benson得分 第三節還有三分鐘 彭俊彥 好球 忽快忽慢 這個壓迫看起來是成功的彭俊彥 把球從陳建恩手上抄到 再交正德偉也得分了 本土的第五跟第六名得分球員 高調球 這個球 停一下 沒有撥到 就被辛巴獅子王給吞掉了 只有一次的機會 轉一球 法師 再送迷迷的外線投射 哇 無解 無解 暫停過後 對方是一波4比0 法師 直接爆扣籃框 相當的奔 沒有擋成他必須要自己做一對一 對 辛巴現在應該也沒有力 這樣子快速的移動 對 哇 撞到牆 三秒球彭俊彥拉到 所以現在彭俊彥跟陳宥偉 形成一個雙後衛 好球 好球 阿彥 更明快 而且加上塔克 現在其實 後場 在整個高度上來說 不是太足夠了 宋宇軒也得分了 差那一口氣 如果真的能夠縮小到個位數的話 那真的 可能勢力提升會滿有效果的 對 正如強攻進去得分 哇 但是回手來不及 讓蕭順毅偷了兩分 所以說速度應該可以跑起來 說到主力中鋒 現在是我啦 叫我脖子 這防守很成功 一個傳球已經到前場 呂正如的手上 可以彈跳在三分線外的出手 一個後側步 即便是在最後迫使蕭順 要來拆炸彈 一個傳球又是陳宥偉的機會 頂開對方做得分 好球 雙方回到了十分差距了 我們領先十一分 新疆先站好位置 再回給高伯豪 有 如果新疆能夠這樣子給到空手切的 陳宥偉 球給呂正如 哨音響順勢把球投進N1 搶新疆還可以 對 所以應該撫衛讓班生那麼快上來 對好 再來一個考驗 包夾 外圍的陳建恩 機會三分球名中 這一個球基本上就是考驗外圍喔 塔克老師 來到禁區給邵輔 找到了區域網路連線 因為鳳山體育館是一個老體育館 對 所以等於說需要花滿多的心力 沒錯 這一個後仰的出手投進 繞球的話 這一波進攻他是連持球機會都沒有 直接送進去到禁區 南少福得分 工程師發生滿多失誤 對 所以這應該也是一個機會 沒辦法害 頂巴勒部分頂得還不錯 孫雲豪再給他一個機會 有了 選秀重圓在巴斯林的第一個Fill Go 這個傳球又被陳宥偉斷掉 陳宥偉今天其實 有蠻多非常精彩的操結 是 塔克在第四節都沒休息了 不過這節他只得到兩分而已 郭少傑的右側上籃 比較無關勝敗的時間 帶給塔克 四處入腳的三分球 在主場背靠背比賽的首勝 也是他們本季的第一場勝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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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